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不乐意托 我就帮你托 王爷 王爷 里面考试的 可是位女子 是王爷 进去有一阵子了 他额头带伤 是完考题吧 你就是那个活尸体吧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好 大人 我的考题来了 我可以考试了吗 放肆 不 伤者难 身成六尺 额上有伤一处 你蹲下 你蹲下来我才能看清楚啊 要你蹲下就蹲下 既然选择了来当考题 就得配合到底 这是硬物撞击造成的 伤处还没有伤过药 应该是锁碗的事 伤处除血域外还有均匀 轻微的擦伤 应该是被一个扁平形状 打磨不太精细的硬木质器物撞击造成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左手手背有一道手掌宽的瘀伤 是重物挤压造成的 应该是 人踩的 还是被男人踩的 掌根处的伤 是手掌撑在平伐的硬物上造成的 这几处伤 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 乞丐 好了 你可以把衣服脱了 继续 不必了 你先前验的都对 推测的也对 我伪之谷处 确实有处于伤 不过你不必看了 验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不行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检验单上一半还不够甜呢 要是验成这样 我肯定考不好 你是考题 验不验你说了不算 你要是不乐意托 我就帮你托 她想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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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何时说过我是考题 你刚才 在外面的时候 我说过吗 没 没有 你明明就说了呀 我只说你能够开始考试了 挺一 下官在 王爷有什么吩咐 下官失礼 请王爷恕罪 我 我 王爷 你 你就是那个 安郡王 小金鱼 放肆 不得胡言乱语 还不向安郡王行礼谢罪 你的官 比刺史大人还要大吗 嗯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以前 没见过这么大的官 但我见过刺史大人 那年前周刺史大人 上我们镇上的时候 我们县令老爷专门教过我们的 只要见到刺史大人 就得下跪磕头 给刺史大人磕是磕一个 您的官 比刺史大人还要大 我就多磕了几个 多磕几个 够不够啊 好 王爷 前面的考试都已结束了 嗯 你仔细看看 这上面是否填写有误 都是我自己填的 没错 你是乾州关岭县 平落真人 嗯 出自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 家中侍戴忠良 是 一派胡言 你分明出自武作世家 家中祖父尚在 你父亲没有兄弟 但你有一位兄长 你兄长还有一条狗 你怎么连我哥有狗都知道啊 你身上的衣服偏大 还是半新的 用针线修改过 却没有裁剪 说明你是借来穿的 衣摆袖口 有新旧相叠的狗爪抓痕 以你的年龄推算 不该是你父亲的 那最有可能 便是你兄长的 这都能被看出来 衣服上有造脚苍竹的味道 既然有用造脚苍竹洗衣的习惯 说明这件衣服的原主人 也是名武作 这韩君王好厉害 武作向来是家传的行当 以你刚才验尸考试时的表现来看 你对武作行里一些 片文手艺破为精通 这些片文手艺 与大唐律有所充分 必不是近年来所创 你能掌握这些手艺 说明你的祖上 至少在太宗朝之前 就是武作了 全都说对了 面如官御 明察秋毫 掌管行御 你 你就是御面判官 御面判官 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呀 六扇门的老大 来无影去无踪 神龙见首不见尾 九大神谷俯首听命 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 六扇门老大 江湖人称御面判官 身边还跟着一位 武艺精湛的神捕 追魂道 我不曾听说过这号人物 也没有什么江湖名号 你认错人了 可是 你简直跟御面判官一样厉害 闲话少说 既然我说的都对 那你便是承认 自己在这硬考单上 撒了谎 虚报了出身 我都是如实写的呀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武座 都在衙门当差 这不就是官换世家吗 而且我家人都识字 我家里还有好多书 书香门第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我家都是好人 从没有干过坏事 这不算是世代重量吗